大家平安 大家好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 蕭美琴才剛下車 眼前一排支持者舉牌高喊加油 她終日回到故鄉 台南浮選 行程中抽空到教會 參加感恩禮拜 從小在教會長大的蕭美琴 談到兒時記憶 笑著說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她的六叔叔林青南也大讚 蕭美琴從小就很獨立 蕭美琴也小時候很乖 常常的爸爸媽媽 對他都比較自由的教育 所以蕭美琴也小時候很不平 他也很多資金的偉大 蕭美琴出生在基督教家庭 她的爸爸蕭青分 自神學院畢業之後 就前往美國深造 回國後便擔任 台南神學院院長 隨後又到美國推廣 國際教會學校教育 蕭美琴這趟到台南 也回到父親曾經任職的神學院 心裡不經湧現許多回憶 教會如同是蕭美琴第二個家 回到故鄉點滴記憶涌上心頭 也讓人看到蕭美琴不忘本的一面 進行文官聘人黃英宣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